美式賣場因為這商品種類非常多 有很多的死中客戶 但是最近好多人在討論說 現在CP值大不如前了 像是這種牛肉捲 壽司 牛奶 不是份量縮水就是價格會變貴 接下來年費會不會漲價 是很多人在討論的問題 現在美國的好市多財務長 他們拋出震撼蛋 他說目前沒有漲會員的年費 不代表未來不會漲喔 似乎在暗示這年費要漲價了 美式賣場搶手的牛肉捲 過去好大一捲 如今包裝便簡約 塞進紙袋還有空間 消費者秀出照片比對 以前滿滿蔥花起司牛肉餡 但現在漲了10元 而且牛肉薄薄一片 一個雞腿堡 回不去的還有這款雞腿堡 過去大到固定要用牙籤 現在價錢不變 但飲料不再免費 高CP值的鮭魚酪梨壽司 三分之一換成玉子燒撐場面 自由品牌牛奶現在兩罐269 其實以前只要219 網友熱議 美式賣場CP值變低 現在的商品都變高了 都變貴了 衛生紙最有感覺 好多商品隨著通膨漲價 美國好市多第二季 比淨銷售額大增16% 但財務長理查德卻暗示 可能還要調漲會員年費 依據好市多慣例 每五年調一次年費 下一次變動的時間點 將落在2023年1月 它目前是1350嗎 你覺得這多少 1500合理 超過1500可能就不會辦 10%以內應該都還可以 如果再多呢 再多的話就要考慮看看 就是要不要繼續續約這個事情 雖然台灣好市多回應 目前沒有調漲計畫 但漲年費恐怕已是趨勢 美國零售巨部沃爾瑪旗下的 倉儲式量飯店Sense Club 已經宣布將在10月 調漲年費5美元 調幅11% 就看是否衝擊續約率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